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去找些东西 暴风里给他了一个迷你阻挠 以便能随时联络 罗根感谢他 不过他要自己单枪匹马 不需要任何后援 暴风里即使 他担心的是我们或许会需要你 罗根走之前告诉他 又要开始习惯队伍这种感觉了 他还会回来的 罗根开始去信他的冒险 他向北前进来到了北极之地 冰封的河道 一年中的开放三个月 他们也只有会在这时 会把随时喘进去南方 所以在冰雪笑容之前来到这里 自杀目前而言 他要待在这里 虽然他没有来过这里 不过却有相似的感觉 他在附近走了一会 他开始回忆起 他回忆起 他如何杀死X山景 他唯一恶望的就是 为杀害朋友而付出代价 他尝试自杀 试图将金刚狼一了百了 但他的自意因子 不允许他死 自那时开始 他明白自己永远不会死 虽然他没有成功杀死罗根 但他埋葬了金刚狼 在他抵达三天后 他获得了一份工作 他决定录像为傻 在夜晚 他下班回去独中 遇到了一只流浪狗 他哪时喂他吃 这时 身后有个小女孩说 妈妈告诉 不该喂流浪狗 他们会回来的 这时 流浪狗靠近了小女孩 罗根告诉小女孩 他喜欢你 小女孩解释 因为我为了他 小女孩问罗根 叫什么名字 罗根回答 叫赞乌斯 罗根问小女孩 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 玛丽 没错 这就是罗根想去的地方 罗根坐在屋顶下 他知道 玛丽将会成为 他的妻子 不过 是在另一个时间线 但有一件事情可做 就是确保他的安全 让他不受惊劳的长大 那只流浪狗 走进森林的时候 被杀了 这时 有人说了 罗根真的回来了 只有一种办法能确认 出现了一个队伍 他们说 是时候开始狩猎了 第二天早上 有人敲了门 罗根开门一看 是玛丽和他妈妈 他们问罗根 有没有看到流浪狗 罗根回答 昨晚很夜才回家 也没有看到他在附近 玛丽担心 那只狗会被凶吃掉 妈妈坚定他 放学和再去找妈 罗根叫玛丽 听妈妈的话去上学 他会去找小狗回来 他最擅长找的 玛丽感谢罗根帮忙 不过 在后面有人看着他们 最后罗根找到小狗了 不过小狗被谋杀了 一刀逼命 干净利落 他闻到 空心中有另一种气息 他闻到的是 润滑油和汽油 他找到了一辆直升机 突然 听到了枪声 他赶紧回去 不过已经太止了 周围都是尸体 不过 他们之中没有孩子 至少死的不是马灵 突然 罗根被炸红飞了 他转头一看 是水果膜 进夺者的意愿 进夺者从不单独行动 水果膜 连射器官枪射击罗根 罗根他爱子弹 便慢慢地靠近他 终于砍碎他的器官枪 不过 水果膜隐藏大炮在他腹部 瞬间把罗根炸飞 他告诉罗根 坦克里在做腿有什么好处 他开始压扁罗根的腿 罗根痛得大叫起来 他完全压制了罗根 问他 还活着吗 这时 爪子刺穿出来 他穿破了水果膜的坦克 罗根问他 知道拳头上有爪子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这个 他吃穿了碎骨膜的合容 罗根觉得 他太致死了 他来这里是要保护马铃 却带了厄运给他们 如今 罗根一手造成了更多人的死亡 他是否可以平安救出马铃啊 如果你想知道 接下来故事 就按赞或者留言给我知道 你们的存在 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你们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